大家好 我现在已经吃过晚饭了 今天我们这边赶今天 我看到那个卖牛皮的很漂亮 买了一块 这个一斤十块 这个两斤豆一点 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吃 本来是想了煮萝卜 然后年轻人跟我说这样不好吃 要煮那个牛皮丼好吃 然后他又降与我说去买一点骨头 我又特意去街上买了一根骨头 这骨头好贵啊55块了 然后现在稍微切一下 因为它是生的 我们这种菜刀挺顿的不好切 来 稍微切一下 这个 等下切到锁起泡 它这个牛皮还是挺厚的 再切一下 先拿去焯一下水 生姜也换一点 这个是自己念的米酒 倒一点点 这个大骨头也切去焯一下水 这个大骨头也切去焯一下水 这大骨头挺有烙的 这大骨头也满了 一锅满了 一锅满了 香叶还有八角换一点 淋浸下去 盐浆两勺 这个多压一下 压400分钟看 带不过来 这个等一下开的时候 然后火关小一点 多压一点 这个就留着明天煮汤了 太多了 今天买太多了 嗯 这个汤还是挺白的 这个肉给它捞起来 然后这一盆就换住 不知道明天早上会不会领覆起来 像断过去 这个就是昨天晚上熬的牛皮冻 今天早上我婆婆重新再加热一下 因为她昨天晚上说我煮的时间不够 这个上面一层牛奶拿掉 妈妈 这种来摆的是什么 上面啊 上面是油 你看 这个很漂亮 这个太不好夹了 这个太不好夹了 这样呢 等一下 正面煮来 但是他们跟我说他们吃不来这个 我个人结的还是可以的 这个吃起来肚子有点冰冰的感觉